所以说把你的整个转腰的整个转腰的这个方向向你的鞋前去转 手腕带着手腕也是向鞋前去转 然后不是说让你转到这就停住 正常一转手腕一转的话 你看我往这一转手腕你看带着钱币它又回来了 它不还是我正常的动作吗 是不是兄弟们 是的 它不是说我挥到这我就这样了 对的 对吧 你看我这么一转手腕一转 钱币一收你看它还是回来了 但是你整个这一下的时间就加持续 一定要去实践 斜线和直线是一样的 大家看 对 你看我拉斜线也是 拉斜线也得是先绕 绕完这一下绕住抓住这一下快转快手 这一下再过 这一下还是要出去的感觉 对 确实是这样了 就是所有的所有的我们球友们 拉球就是刚才方老师说的 老师觉得是最后去发力 是往这边发力的 实际上就是有点往外扔的感觉 这个看星星的眼睛说的非常对 半径放大了 同样的动作大小 半径大了 你的持球时间加大了 但是并不是我用动作加大了 因为动作加大了以后 你的力是散的 你看吧 你动作加大了 一你费时间 第二你这力很难集中 但你半径加大了 你还是小动作 但是半径加大了 你看吧 这个就加大了你整个持球的时间 加大了你的质量 而且你动作并没有加大 它是身体的整个走向 它并不是说我动作挥的 你挥的越大 你肯定越慢 这是很正常的 但是整个这个方向加大了 自然的话 一手 你的整个动作变得非常圆润 是一个半圆 是一个半圆 你看我整个拉手的地方 在这吧 给大家看一看 一拉一转 手腕一收 前面一收 是不是一个半圆 大家你看是不是一个半圆 很圆的半圆 但大家拉球的角度是什么 从这一转腰一收臂 你们是直接过来的 所以说球在你们的板子上待不住 你身体也跟它合不上 就是你身体的转腰 蹬腿 这一下溶不进来 一碰擦一收 你肯定板子有弹性 胶皮有弹性 你这么一收就出去了 但是你先往外去顶一抓 这个球是这么过来了 这样是呢 腰一顶一抓 然后你再一转 它整个是这个持久时间 是这么吃着的 然后转出去的 这么吃着的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角度 这种感觉 看上了吗 腰一顶 这种感觉 对吧 你从腰往那边的方向去转 然后一蹬就过来了 我腰转出去 转出去 这个才是你们吃不住球的关键 咱们有拉球感觉 我就想吃 吃球稍微时间长点 像你们专业那种感觉 整个粘在手上 看着就有数 如果你也想拉成那种感觉 你必须按照这种方式去拉 如果你的转 转腰手臂 一直都是这种捷径式 捷径式的转腰手臂 那你记住肯定是没戏 包括我让咱们叶玉区 跟他说完这一点 就是他不敢试 我之前让他拉这么拉 他不敢 对 他说我这么拉 那不拉那边去了吗 是 我说你先拉 对吧 我说有时候你先拉 他往那边拉 他自然吃球时间就加长了 而且自然什么 我这整个腰的手上 手腕这个吃球时间长了以后 整个质量就变高了 你吃球时间长了 就证明你手上的 可控可调的时间就长了 他在你板上吃的时间 越长你越有数 越长你越有数 所以说你看 你质量高了 你越长又有数了 那你就质量又高了 越有数了 那你正如不就进步了吗 所以说 我刚才讲的这个 大家你一定明天要去试一下